在很多影视作品中,昂可看到济公一身破袈裟 左手扇子右手酒葫芦,嘴里念叨住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济公这句话,在现代往往被人们拿来当挡箭牌 成为可以肆意吃肉喝酒的借口 实际上,多数人只知有前两句 却不知济公还有后两句才是精华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 这句话其实是有典故的 明末乱是,相传张献忠攻打余成现在的重庆时 遭到顽强抵抗,他大怒宣称破城时要净土余成百姓 当时张献忠住在一间寺庙中 和尚好心用斋菜好心招待了张献忠 双方相处还算融洽 得知张献忠破城之后,要净土余成百姓 和尚站出来问张献忠能否不增杀念 放过余成百姓 张献忠近回,打仗了就见惯了生死 我杀人跟你吃斋一样 你不让我杀人就和我不让你吃斋同样 你如果能不吃斋,我就能不屠城 说完之后张献忠拿起肉块 放在和尚面前跟他说你吃完这块肉 我就放过余成人 此时气氛凝结,众人都在看和尚会怎么回应 和尚在众多师兄弟注视中 结果肉块,含泪吃下的同时说了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 这十个字被流传下来,人人皆知,不过 有一派学者认为这是野史传说 其实这句话是出自纪公传 但他的全文是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 世人若学我,如同静魔道 意思是劝人们不要破戒,不要犯错 但后来却被人们断章取义 成了只要心里觉得是好的 犯错也没关系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